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出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压眼珠 握着眼皮 轻松地比起来 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最轻松 从最舒服的桌子来打坐 山盘 山盘 坐椅子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可以坐下飞了 可以坐下飞上飞着你 这样就可以了 静坐的终点 有四个 就是轻松舒服 有觉知正念 要持续 而且也要懂得观察 我们静坐的第一步 也算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们先让身心放轻松 我们先不管桌子好不好看 装不装眼 我们先不管 现在我们 先让我们的身心 感觉好像我们正在休息 所以失败 失败得住 就可以了 如果那一位 有出现勉强的感觉 我们先调整一下 我们没有忍耐 没有勉强 完全都放轻松 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 哪里有出现疼痛 麻痹的感觉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 没有关系 或者想换桌子 或者想换桌子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 从头顶 到脚底 哪里紧风 哪里不舒服 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 来调整一下 现在 我们都没有在 跟任何人比较 自己也不怕慢 因为我们知道 身体的放松 会对心里的宁静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们也知道 如果要静坐的 能够让我们莫得 好的经验 就应该懂得冷静 感觉失败 失败 所以我们先从 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而头分松 每头 也根据着分轻松 每间的几肉 也分轻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颈 也分轻松 习惯 静步 领侧 肩 肩 肩 腰 手臂 指 手腕 我 都完全分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刚刚好的停止 就是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松 太直的话 会让我们感到紧绷 不舒服 但是如果太松的话 也会让我们脱背 然后容易昏沉 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 腰部也放松 两只脚大腿小腿 十只脚趾 都完全分轻松 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 全身都感到失败 失败 失败的 然后我们来 深呼吸 两三下 增加我们轻松 舒服感 我们来又深又长 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再一次追神 最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把里面所有的负能力 所有的压迫根全部都排出来 让我们的心感觉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体内感觉是空宽 通透 轻松 舒服 然后我们是 坐着 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 好像自己 正在坐在山顶那里 一个人 坐着休息 坐着靠近 我们 没有任何人事物 所以我们正在坐在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 一些的关爱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可以放下 现在我们可以跟着着的环境 完全开开 一个人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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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感觉 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像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都没有任何内脏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 能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也就是在父母的中央那里 我们大概大概感觉就可以了 感觉就好比 我们正在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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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没有去想到过去 没有再担心未来 只有 只有 在半摆 满摆的桌 而已 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那一位可以维持 轻松失败的感觉 我们就让这个感觉 持续下去 但是如果哪一位 感觉仍然出现 咋念的话 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可以默念 什么阿拉伯的声音 什么 就是正确的意思 阿拉伯就是远离烦恼的意思 我们就在身体中央点那里 慢慢的门 SAMMA 阿拉伯 SAMMA 阿拉伯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他有没有 我会继续 看 他有没有 我会继续 的 我会继续 这种 还会继续 我们的 我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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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会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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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的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 有静静的身 口 意 终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愿我们 愿我们 愿我们只叫善友 没有叫任何损友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色神才 钱才 能力才 圆满 方便修功德 波罗蜜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增得 内在的发生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尊正等增至佛陀 每一尊 披之佛 每一尊 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 法神 法门 道士 有荣布祖师 拥抱他们 所有法神师傅 真 老奶奶等 等恩师 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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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火车跟我们的人生做比喻 他是说 我们的人生就像 父母亲帮我们买火车票 然后我们就跟父母亲一起上火车 我们就想说 父母亲应该会陪我们到中点赞 但是当我们做到一段时间 有的人父母亲父亲先下车 有的人母亲先下车 有的人孩子先下车 在火车上呢 也遇到很多朋友 认识他们很多很多 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卸车啊 对吗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才会卸车 对吧 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人了 以为可以生到可以活到 人的寿命就是75岁 但是有的人身体还很健康的 没想到短命很快就离开人世间了 所以大家现在今天还是我们的一天 所以大家都加油 我们来听今天的个案研究 昨天讲到这位女士 她被推荐 就是被村民推荐说 你应该当我们的代表 去跟其他村庄比赛 就是有关煮菜的 如果能够做菜最厉害的 就可以当国王的厨师 先从村庄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跟其他的村庄一起比赛 然后呢就当城市的代表 然后再跟其他城市的代表比赛 直到最后就可以当国王的厨师 所以很不简单 她很轻松的进入决赛 因为太厉害了 煮饭太厉害了 你们煮饭是不是这样厉害 然后呢 当她 当世卫禀报厨师 不是禀报厨师 禀报国王 有关比赛的状况 那个时候国王听到了 快要进入到决赛了吗 国王也感兴趣 听到大家都很认真来比赛 国王就感兴趣 在准备参加决赛的那段时间 一般人 一般的选手 他们就会 用他们原来的 主菜的方法 来练习 但是这位女士呢 她是 发明新的精致食谱 也就是说 她认为所有的材料 应该要准备的精致一点 脸 脸 脸 要摘下来用 煮饭 煮菜的那些青菜 最好是自己种的 种子也要选 哪个种子好才拿来种 然后呢 就准备很新鲜的 药草 要给 决定谁可以拿冠军的人吃吃看 药草呢 可以让味道变得更完美 其他人他们没有用这个药草 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因为他也考虑到 人吃下去了 身体也要健康 这个比赛呢 有很多人正在 瞩目啊 所以当天 也会有很多人来看 当 所有的选手 来煮菜 煮好了 已经尽量煮了 那个时候 四位就宣布给 所有的选手 听 他就说 今天 不止是我们 来 吃你们的东西 连国王也会亲自 来看 来吃你们的东西 然后国王也会 给你们 分数给多少 分数给多少 那个时候呢 这位女士 她相信自己一定会 得到胜利的 因为太太相信自己 煮饭的手艺了 然后呢 当国王来吃他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表情 国王就吃每个人做的 饭菜 有四位 记得这位 女厨师啊 为什么 记得 大家还记得 昨天 我们讲的吗 她把 饭菜 拿给四位 希望四位拿给 国王吃 结果 他们自己吃 所以呢 四位看到就知道了 哦 这位女厨师 我曾经吃过她做的菜 很好吃 所以呢 我希望她 能够得冠军 为什么 如果她得冠军的话 她就可以当国王的厨师 可能会有我们的份啊 哦 然后呢 当 大家都吃了 每一位选手的菜 国王就请所有的 评审人员 来开会 要给谁比较好呢 大家都一口同声的说 那就给那位年轻女厨师好了 她做的菜太好吃了 当宣布的时候呢 这位女厨师听到了自己 有得冠军了 你看 欢喜到流眼泪啊 因为这是她的愿望 没想到今天就成真了 当她回到自己村庄的时候呢 有很多村民来接待 因为是看到了 哦 是这个村庄的代表 能够拿到冠军 能够当国王的厨师 这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 然后四位呢 就带这位女厨师去见 国王原来的女厨师 这位女厨师就跟她讲 在国王的王宫这里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而且也大概 跟她讲说 在厨房里面啊 那些材料是在哪里 然后呢 我们这边煮的饭菜是怎么煮的 就大概跟这位新的厨师讲了 那 然后呢 一开始 她 也没有改变王宫里面 菜肴的味道 为什么呢 她就想说 她先了解一下 这边 饭菜的味道是怎么样 然后我再慢慢 改善好了 然后 当她 已经 尝试到一段时间 她就开始了 开始了 什么 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是大佛日 然后在泰国法神寺那里 有举办法会 晚上有点灯 还有送准法轮景 所以大家先参加泰国法神寺那里的线上法会 然后我们后天再回来见面 今晚会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 后天见 晚安 这日月 这日月 astes